大家好 我是We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我是出生在四川 中国四川一个农村一个小村庄 非常非常贫穷的一个地方 我出生的时候 我的前面已经有两个 我爸爸和我妈已经生了两个孩子 我是家里排行老三 我爸爸是非常喜欢儿子的一个那种 弟弟道道的那种重男轻女的农村的那种 怎么说呢 然后我妈的思想比较前卫 当时我妈是她就想说生两个孩子就够了 然后我爸就说哎呀 再生一个 再给我生一个儿子 所以当时已经有我姐和我哥了 其实已经够了 但是呢我爸就还想儿子 所以又再生一个 生出来就是我又是个女儿 所以令我爸就特别的失望 然后 我爸生完我以后又是个女儿 肯定就不高兴了 然后让我妈再生一个 我妈就说不能再生了 但我爸还是坚持 所以又生了第四个 但在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可以生第四个的 就是说生第四个还是合法的 然后 生完第四个以后 我弟弟出生以后就是两个月就开始生病 就是肺炎 我弟就身体不是不是不是怎么好 可能加上我妈妈 就是当时年龄也太大了 然后生第四个孩子就是可能营养也不良 那孩子老生病 老生病家本来家里就非常穷 又是这个穷乡僻壤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那孩子老生病那肯定就 家里简直就穷的一塌糊涂 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是 就一个床 一个木头的床就是 嗯 这根本就不叫一个床 说实话 就是四根木头 就斗在一起的那种床 然后我爸爸和我哥哥睡的那个床呢 都是 用四根木头 下面是用的是那个砖 就那个土砖 土做的砖 然后支 支 支起来 就是撑起来 撑着上面放木头 放那个床巴子 米条般的边的巴子放在上面 然后再铺什么 稻草啊这些 哎呀真的就像一个狗窝 我觉得 就是穷成之内啊 我简直都不敢相信 然后 所以后来就别说上学了 我们家上学最多的就是我哥哥 我哥就上一个初中 初中三年级毕业 我呢就上了一年半学 我当时上 我还一年级 二年级的时候 我刚刚拿到书 就是二年级 就一年是两学期 我就上了半学期 二年级 然后我就被 把我给送给别人了 送到一个山上 那家呢就是说比较富裕一点 可能养得起 孩子养得起嘛 养得多嘛 我们家因为是养不起 把我给送给别人 没多久 我就自己又 我姐过来看我 我就哭的不行了 一个多月以后 然后我就跟我姐 就回到我们老家 回到那个农村的老家 当时把我送给那一个 一个月期间 在那家 就那家有个小孩 就一岁半 我就帮他们家带孩子 我那个时候就八岁 八岁给他们带孩子 哎呀 那个时候真是想起来 我说那个时候大人 真的是很放心哦 他们大人出去干活 而且在山上 让一个八岁的一个孩子 带一个一岁半的孩子 简直不敢想象 那个时候父母 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且那个山那么高 你想我才八岁哦 我带着那个孩子 有时候万一掉山崖下面去 那孩子完全就找不到了 但是还好 就是一个多月 我在这待了一个多月 那孩子也没出什么事情 然后后来我跟我姐 就偷着就走了 跑回去了 跑回老家了 走路回去的 真的是不敢想象 那个感觉 太穷了 真是太穷了 所以后来我16岁的时候 我看哦 15岁的哦 我后来回去也就没上学 在家帮我们家养猪 养鸡养鸭 反正就是干这些农活呗 16岁后来我就 突然听我们家一个亲戚说 有一个我们那个免竹市 市里面有一个餐厅 卖小吃 卖混沌啊 饺子啊 面条啊 一个餐厅需要人 需要一个小工 当时我的数学也不好 我第二天早上去建工的时候 我头天晚上就在家里 就开始被那个存罚口诀 就是因为在餐厅里上班 你把东西端过去 不是要收钱吗 你肯定得会算账 对吧 哎呦我就花了一个晚上时间 在家里 就是学这个数学的存罚 第一天早上去我还可以 就能把存罚给背出来了 所以就去建工的时候 因为我那个时候15岁多 我接近16岁 个子比较高 我比较长得比较高 腿比较长 所以当时就长得 比一般孩子要高一些嘛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都是做最后一排 从来做不了第一排 做最后一排 就是一班上比较高的孩子 所以后来我这个工 当然去了他们 看我个子比较高 所以就干活肯定是很卖力嘛 因为有劲嘛 所以就让我在那一干就三年 在他那干三年 帮他就洗碗啊 洗菜啊 端啊 然后 顾客吃完以后 把空盘子和空碗 往那个洗碗池那边挪啊 哎呀 反正就干这些活 干了三年 但是呢 在我干活这三年期间 我的 我的钱基本上 就是说每个月工资都 都给我爸爸 就给家里补贴 然后